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 李小姐的分享 李小姐的分享 我未知她怎麽說 因為她自己寫的 我們沒有告給她 她說她會分享她自己這幾年 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一個感受 讓我們多些關注身邊 有需要幫忙的病人 尤其我們這次的表演 是為這個癌症基金籌款 她就沒有說她那天是什麽病 也不是說癌症 只不過是她一個病患者 現在有一個康復者的身份 站出來和大家分享些東西 但我都未知她怎麽說 我一間才知道 應該都是很正確 和我想是一些勉勵的說話 但你有沒有支持她 如果她今天可以回答 今天狀態可以慢慢的 知不支持 我支持 當然支持 因爲其實我見她這麽多年來 都其實還有寫東西 還有她有些什麽她都很喜歡 透過微博和大家分享的 還有很多粉絲都很想見到她 我都希望她 再繼續快些 恢復狀態 還有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這是最重要的 到時做什麽都可以 但希望大家不要給她那麽大壓力 因為我想她這一次真是幫我的 真是站出來幫我 如果不是我想她不會那麽快就站上台 她都說她現在的身形 所有東西都未是大家想像中最好的 希望大家給多些正面的反應給她 你可以坐在台上 能量最好 呱 不需要在台上 你不能找個房子 你還是要騙他